在这个生机勃勃的星球上,人类凭什么拙然而立? 科学的认定是智能,那么智能从何而来呢? 在中国西南部的大山深处,苗族歌诗吴通贤正在为即将举行的一场婚礼制作歌棒。 他也是苗族客道文化的代表性传承人。 我们苗族的信息没有为止,这聘理要多少,这要多少,那要多少,全部记在我们苗族的歌棒上。 这些周朴的客道,其实是远古男女婚嫁时的聘理清单。 比如,三个叉子代表三百只大公鸡,三个等长的横杠代表三百只罗马,一个叉子和三根横杠代表一束丝线,一只鸭子外加三斗米。 信息的记录与传递促进了智能的进化。 重山峻岭曾是苗人融入现代社会的障碍,但也为我们封存了远古人类的智慧。 上万年前,人类祖先的各种记事方式,借助不同的载体与工具,出现在不同的地域,形成不同的社会。 这些让原始的生活与生存智慧得以保留和传递的符号,就是人类早期创造知识的智能代码。 知识,突破个体生命周期,在长久的时空中进化为交流、计算、学习、思考,以及成千上万种人类可使用的工具,极大增强了人类认识和改变世界的能力。 越来越多的人类创造出现在地球上,文明诞生了。 我记得马克森邓曾经说过,说认识一个时代不在于你生产什么,而在于用什么样的工具去生产。 这是一台工业时代初期的纽卡门长压蒸汽机。 1705年,由断工出身的英国工厂主宁卡门与其合伙人一起研制。 但是此蒸汽机,非比蒸汽机。 英国煤矿很豐富。 但是英国挖每一个大的问题就是,它挖下去就有水,那个水位比较高。 所以,矿顶排水成为一个责温。 所以早期就有人想用那个大气压来排水。 它把那个高温蒸汽通到那个气缸里去。 然后冷却这个气缸,使气缸变成真空。 变成真空以后,那气缸下面通到那个水管,就把那底层的水吸上。 所以早期就直接就是出了鱼。 它的功能很单一。 经验推动了技术改良。 但知识的积累最终却引发了人类智能的一次巨大的飞跃。 这就是近代科学的诞生。 1686年,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正式出版。 提出了《三大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 这类科学巨人用简单优美的数学公式向世人宣布。 万物的作用存在规律。 日月星辰东升西路,遵循着通用的公式,而不是被神灵操纵的魔法。 近代科学的出现意味着人类认知水平大幅提升, 开启了对能量使用的探索。 一个世纪后,奇迹发生了。 缔造奇迹的,是定义能量工艺的单位,瓦特。 不,他是通用蒸汽机的缔造者, 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工程师。 瓦特发明蒸汽机和以前人做的发明创造是不太一样的。 他自己有很好的科学素养,他还有一些教授来帮他。 他不是靠一个工匠式的经验的积累。 他在改进蒸汽机,以及后来发明他的万用蒸汽机之前, 他就脑子里知道说这个蒸汽机应该怎么做。 因为他有科学的指导。 农业社会是以蓄力做一种动力在耕地。 在工业时代,生产力的重要的一个变化叫做能量转换的工具。 发现了煤炭,汽油,后来电力,各种能源的变化驱动了各种机械。 他把人的起力劳动从各种繁重的解放出来了。 知识就是力量。 工程技术的贡献大于战争和外交, 大于教堂和大学, 大于抽象的哲学和文学。 在改变社会方面, 他的贡献大于我们法律所做的贡献。 这段话, 似乎表达着人们今天对科技创新的狂热。 不过, 他原本描绘的却是18世纪的蒸汽时代。 近代科学与技术携手, 将人类认识与改造世界的能力从物质延伸到能量。 200多年间, 人类的生产力和整个世界的变化幅度 远远超过之前2000年的总和。 因为这个大机器的出现, 它就改变了传统那种做方式的生产方式。 形成一个新的街场, 这个街场叫工人阶级。 那么英国在工艺革命以后, 很快就文盲率就大幅的降低。 因为你要想在机器边上工作, 你起码要认识很多现代科学的术语, 现代科学很多指标你要知道。 不是工人制造机器, 而是机器制造工人阶级。 艺术家邱志杰, 正在完成一次特殊的创作。 时光无情, 岁月可居。 画面上的每一个地点, 分别对应着人类科技发展的一段历程, 及其影响世界的程度。 山水沟壑起伏, 时空纵横交错。 最终浮现出一幅人类历史的科技途径。 从新石器时代到金属时代, 人类走了一万多年。 从金属时代到蒸汽时代, 人类走了四千多年。 从蒸汽时代到电气时代, 人类走了一百年。 从电气时代到信息时代, 人类走了七十多年。 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快, 而今,一个新的时代, 又在展露轮廓。 要回顾人类文明, 几千年的发展历史, 可以提出一个基本的基本, 就是科技, 是决定立定。 在未来, 一种不同的事件是, 技术会增加更快, 我相信。 在未来, 越来越快。 一列时速为三百五十千米的高速列车, 即将开动。 高八八八八五六道作业, 可以红越六道, 开始作业。 收到。 它的终点, 是二百千米外的2022冬奥会举办地, 河北崇利。 这条铁路线, 已运营了113年。 2019年12月, 金章铁路, 成为中国第一条开通运行的智能高铁动车组。 驾驶, 制动, 自检等操作, 都由系统自动处理。 车内的温度, 气压, 二氧化碳含量等, 都可以准确监测。 而每一节轨道, 都被编码并植入传感器。 信号通过北斗内心和GNS技术, 实时传回总控中心。 最终, 将所有的数据, 绘成一张信息巨网。 这张网, 被称作, 智能大脑。 智能化升级后的列车, 时速位列世界第一, 远快于一架直升机的一般时速。 而它的事故死亡率, 近乎为零。 这在一百年前, 是无法想象的。 第一次工业革命, 制造出了铁路与火车。 同时, 也为他们量身打造了一个难以甩掉的影子。 事故。 1889年3月25日, 下午5点05分, 一辆客车在这28位乘客抵达军粮城站。 按计划, 此刻, 他应与对象驶来的一辆运货车进行人工的错车交接, 然后继续行驶, 开往他的目的地, 唐沽。 然而, 对开的货车并没有如期出现。 在没有电话, 没有网络, 而电报又迟迟不来的情况下, 客车司机, 英国人贾维斯唯一能做的, 就是停在原地, 一直等待。 三个小时过去了, 贾维斯心烦意乱, 在给自己灌了不少酒后, 他擅自发动客车, 一约三十千米的时速向唐沽驶去。 请客之后, 迟到的货车却出现了。 数十人因此而葬身火海。 事后调查显示, 导致货车迟到的原因, 是货车司机在临行前贪玩, 打鸟时被猎枪伸到手指, 因救治而耽误了时间。 这是中国铁路史上第一起重大事故。 三十到三百五十, 为什么列车变快, 事故率反而却降低了呢? 奥秘就在与信息处理能力的飞跃式发展。 将时光倒退一百年, 说到底, 那封山山未至的电报, 才是事故的元凶。 当然, 走到智能化的今天, 我们已经可以理解, 信息处理的能力也是核心的生产力。 人以前经验口口相传, 这很慢的, 而且经常要损失, 你不会比马路速度更快。 那么电的出现时的信息的传输可以很快。 第一个电报线路是巴尔蒂摩和华盛顿之间, 那点很近之间。 很多人不相信, 骑着马追啊。 说你难道比我更快吗? 电报很快, 但发电报的费用也很高。 从十九世纪末开始, 简洁有效的电报体掀起了一阵新潮。 为避免语句过长带来的昂贵花销, 人们不知疲倦地压缩词句。 只要能看懂就行。 各种文字组合在去除冗余之后, 转化成一串串由点和线组成的摩斯代码, 通过无线电波的发射, 飘散在空气中。 有消息, 有思念, 有生意, 也有杀戮的秘密。 军ated之, 这就是说黛车里山。 east出课马. 地区, 이번에用在1945分 resides很多人、 不清天洞。 能列宿 fís moments? and he was in charge of that particularly in Likmanek 阿兰·图灵 英国数学家 逻辑学家 计算机科学之父 人工智能之父 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图灵奖 被誉为计算机界的诺贝尔奖 1939年9月 来到布莱切利时 图灵刚满27岁 在这里 他将与不同领域的学者 合作完成一个艰巨的任务 破译德军的无线电密码 而他们的对手 却是一台机器 恩尼·格玛 一个看起来和打字机 有几分相似的盒子 由按键 转子和显示灯 三部分完成 通过更换转子 和更改设置 每一个加密的字母 都有多大1.5亿种的密文 与之相对应 计算曾是人类引以为傲的天赋之一 通过计算 我们预测过天体的运行 掌握了大地的节律 从农工文明 进化到了工业文明 当然 计算的能力 有时也会成为杀人戾气 无线电通讯是一个开放的系统 在己方接受电文的同时 敌方也可一览无遗 但最初的无线电密码 都是使用手工编码 效率变不高 也能够被破译 直到恩尼格玛密码机 成为盟军的心腹之痛 人类思维的魅力从不在于脑容量大小 而是在一个现实问题的无线解空间中 去寻找答案 在千头万序中发现前进的方向 在前往布莱切丽园之前 图灵先去了一趟波兰 从同行那里得来一些启发 为了增加破译密码的难度 德军每天都在修改接线配置 显然 凭借人脑计算 已无法抗衡恩尼格玛的加密能力 但如果用机器去对抗机器呢 机器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它是指人 它不是指机器 以前70年以前说 机器是指算数的那个女工 你看经过70年 活生生的机器 机器就换人 此前 图灵曾设想过一台机器 由一个无线长的纸袋 和一个带有计算程序的读写头组成 程序读取方格信息 然后查找对应的算法设置 完成后 跳转执行下一步的运算 图灵认为 可以用机器模拟纸笔的运算过程 第一次将纯数学的符号逻辑 与实体世界建立了联系 这个想象中的机器 被叫做图灵机 图灵研制了一台专门破译 恩尼格玛密码的计算机器 炸弹机 这个重达一吨的庞然大物 可以模拟30台并行的 恩尼格玛密码机 一场无形的战役 在一大一小两台机器之间展开了 炸弹机并不是直接破译德军的情报密码 而是将其可能的隐藏含乱 从17560种减少到10种以下 然后再由人进行深入分析解密原文 换句话说 就是让机器按照特定的逻辑步骤 对数百万个可能的字母组合进行快速排查 1945年5月 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 很多人认为 恩尼格玛密码的破译 至少让战争提前结束了两年 但对历史而言 如果说蒸汽机是从繁重的劳动中 解放了我们的双手 那么炸弹机的诞生 预示着传统的人脑计算方式 也即将被取代 计算工具在图林之前 只是一个辅助工具 我们只是看到了三和二 但是三和二要加起来 怎么加 是容得心算完成 图林这个伟大就在于 他把计算过程也符号化 就是你只要把计算 复杂的计算过程 都用程序的方式 输入到计算机里去 他就可以一步又一步 一步又一步 自动完成全部的计算过程 在当时 考虑计算机器问题的 不只是图林 克劳德·香农 美国数学家 信息论的创始人 如果说图林发现了 机器思考的逻辑模式 那香农则进一步 创立了信息理论 为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的发展 奠定了基础 以他命名的香农奖 被称为信息领域的诺贝尔奖 1940年 博士毕业的克劳德·香农 来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与在此任教的冯诺伊曼教授 聊起了自己的新发现 比如李真刚二 虽然每一次的结果是不确定的 但是李真多了 你会发现大致两面的概率 各是50% 这是一个不确近性找到规律 那么怎么从不确近性中找规律 这就是相农着它的 很了不起的地方 冯诺伊曼 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数学家之一 被誉为现代计算机之父 由他主持起草的通用电子计算机方案 直接影响了1946年 世界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诞生 直到今天 计算机的结构 存储程序和二进制编码等方式 仍沿用着它的设计框架 计算机它只有三个问题 它一个叫计算 一个叫存储 一个叫通讯 计算和存储这两件事情 实际上基本上是 图林和冯诺伊曼把它讲清楚了 你不是说你这个传输这件事情 你就从A传到B就结束了 它不是这样的 它传输当中里面有很多的误差 电子计算机里面做误差纠正这件事情 那是从相农那个时候给弄出来 为解决信息的量化度量问题 香农本想用不确定性来描述人们 对事物了解的程度和状况 冯诺伊曼却建议他借用商 这个热力学的名字 既神秘 又能避免和其他的概念混淆 但战争打断了香农的思考 当时丘吉尔要打电话到大西洋彼岸 但是又怕德国人窃听 英国和美国军方想搞清楚说 把他的电话里加入某一些噪音 然后我们知道怎么加入 再想办法过滤掉 能不能使得这个电话 就不可能被窃听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感谢观看 那么香农提出比特这个概念之后呢 回答了一个问题 就是编码突然有了一个计量单位 那么有了这样一个计量单位之后呢 它就可计算 可比较 可以进一步的分析 信息本身呢 它就是宇宙自然的一个现象 但是真正的就是信息 我们开始说 人类能够利用信息 一般认为有三次 第一次就是纸和书写工具 印刷工具的出现 第二个过程就是电的出现 使得我们这个信息传播可以很快 再一个就是二章后 就是一个是信息论 一个是计算机的出现 不仅仅是文字的讯息 万事万物的任何变化 都可以用比特来量化 都可以依据信息理论进行数学处理 这就是信息化 农耕文明时期 我们发明了用度量横 去计量物体的长短 容积 轻重 工业文明时期 我们发明了用瓦特 胶尔 福特 卡路里等单位 去计算能量的大小 如果我们有能力测量出信息的多少 那么就意味着人类又打开了认知 改造世界的第三个维度 计算机驱动比特 在无形的领域大显身手 随着计算和信息处理能力的提高 受到鼓舞的人们 开始了对机器智能的无穷想象 机器能代替人类的思考吗 二零一六年三月九日 韩国首尔 一场围棋世纪大战 拉开门 对异的双方 是世界围棋冠军 职业九段棋手李适时 与英国深度思维公司 研发的一个智能机器 阿尔法沟 这是一场志在必得的较量 如果赢得胜利 李适时将获得一百万美元的奖金 此前 他曾观摩过阿尔法沟 与欧洲围棋冠军 反挥的比赛 那是计算机在不让子的情况下 第一次击败专业选手 围棋 世界上最古老的棋类游戏之一 被认为是人脑对抗机器最后的防线 棋盘上可能存在的棋局数量 多达10的172次方 这远远超过了宇宙中已知的 所有卵子的数量 人们虽坚信直觉和经验 才是获胜的秘诀 但自从工业革命以来 利用机器挑战人脑的尝试 便从未停止过 1809年 法国巴黎 一场国际象棋比赛成为世界的焦点 对异的双方 一方是不可一世的法兰西皇帝拿破仑一世 另一方是一台被认为可以自动下棋的机器 土耳其人 皇帝输了 恼羞成怒 将棋子打翻了一地 机器真的会下棋吗 土耳其人火遍全球 几乎成为十九世纪人们对机器智能的终极想象 直到1827年的一次巡演中 两个孩子看到当时著名的棋手 施伦伯杰频繁出入后台 才揭穿了下棋机器人的骗局 1838年 施伦伯杰去世 土耳其人退役 把戏终归是把戏 但机器下棋 却成为了科学家们乐此不疲的一道练习题 他在1950年 写了一篇文章的文章 《科学家》在1950年 1950年 写了一篇文章 我提出了 《科学家》 所以 他和他的朋友 他们制作了一棋手 打扮演的 他们不曾经的 打扮演的 他们只是 扮演的 几书 用签子 而香农 在1952年用一只机械老鼠 像是人展示了机器的学习能力 这只老鼠被命名为特修斯 与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国王同名 寓意着它可以像神话中的国王一样 破解传奇迷宫 特修斯 这只能够做出智能判断的机械老鼠 被称为是机器学习的源头 它也是最早的人工智能机器之一 1956年下 美国小镇汉诺斯 一群计算机科学家聚集在达特茅斯学院 讨论一个不识人间烟火的主题 用机器来模仿人类学习 以及其他方面的智能 两个月的争论虽没有达成普遍共识 但却为争论的内容起了一个名字 人工智能 英文缩写为 AI 人工智能达成普遍共识 人工智能达成普遍共识 虽然对AI的探索暂时陷入低谷 但在信息理论的指引下 科技的进步 却因电子信息产业的腾飞 而大步向前 1971年 英特尔公司推出了世界第一款微处理器 还是这一年 其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提出 每隔18个月 微处理芯片的性能会提高一倍 在随后的半个多世纪 摩尔定律 拉动了个人电脑 互联网 智能手机等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技术创新 人工智能的发展 也终于水到渠成 但是随着计算机把这个能力掌握了以后 而且远远地超出人了以后 我们都不太认为那个东西就是智能 那么后来我们智能开始演变了 也没什么就算就能不能像人一样去感知 去认知 去推理 2016年3月15日 经过五天的艰苦熬战 4比1 志在必得的理事时 与一百万美元失之交易 机器真的可以学会思考 而且比人的思考力更强 这场比赛的结果 颠覆了世人对人工智能的认知 也让人们对后信息时代 智能时代 充满了憧憬与向往 2016年被称作是人工智能应用元年 在人工智能这一概念被提出60年后 AI终于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从承担繁重的机械劳动 到与人进行纯刀舌剑的激烈辩论 从预测经济发展走向 到规划未来生活图景 智能化的技术正在无声无息地 渗透到每一个角落 这是技术的拐点 智能的拐点 也极可能是人类历史的拐点 机器代替了人类处理信息 机器还可能代替人类去思考 决策 如果说工业时代的生产力 是一个能量转化的工具的核心 是期待了 提升了人的启力 而瘦子生产力 最核心的是 气化了 优化了 或者增强了人的脑力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本质的变化 这个技术革命啊 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残 就是这边界啊 就原来我们非常熟悉的 那些清晰的边界变得模糊了 就是能跟机器的边界模糊了 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边界模糊了 一场心脏手术正在紧张进行 小孩子心脏就这么大一下 这个八方面的动物 对上来已经算是蛮大的 在中国 每一千个新生儿中 就有六至八名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每天 近上海儿童医学研究中心 要处理的病例 就超过一千单 而儿童手术的风险 比成人要高得多 因为手术事业很小 那么我们都是 我个人都是带着放大进手术操作 而且先行病它有个特点 同样叫这个毛病 不跳动 不要说十年前了 甚至五年前 你觉得很多不能做的事情 不可能达到的目标 今天的话大家都看到 都是这很多的问题都可以解 如果说我们今天看 这个智能时代 整个的一个变化的话 就是这套理念 应该是贯穿 人类社会过去的 应该是四十年五十年 它一直这么走过来 不断地去创造 这一个数字孪生的世界 更加的实时 更加的精准 它最终带来的结果 就更加的优化 那推动我们整个 社会的一个进步 从物质 能量 信息 再到主动学习 每一次人类 能将自身的能力 赋予一个新工具时 总会推动世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但生命是脆弱的 不论你曾拥有 多么强大的灵魂 2022年6月15日 在与剑动症 斗争了五年后 彼得还是告别了 这个世界 而彼得2.0 依然在鼓舞人们 勇敢面对一切 我们可以选择 像个蜂蜘蛛 和赏 任何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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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 我们 改变世界 为 其他人 像我 死亡不是真的 失去 遗忘 才是永恒的 消亡 当世界各地的人们 纷纷在社交媒体上 向这位坚强而乐观的 科学家 表达哀悼和敬意之计 他创办的基金会 却宣布 所有用于 彼得2.0的技术 都将被 开源共享 用来帮助 更多的人 改善生活 人类 是地球上 最智慧的生物 但我们的智慧 起于何时 又止于何处 恐怕连我们自己 也无从知晓 在已知的当下 埋一个点 前后拉出一条直线 并赋予其良度 起名叫做 历史 只有这样 我们 才不会在 形尽中女士 我们对 我亲自我 本来我想 看下的 进行方程 是 的 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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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 人们 并且 深入 我们 他们 他们 想 和 他们 想 所以 我们 我们 并且 并且 未来可轻,谁将成为智能时代的领航者呢? 2020年3月,日本内阁新设了科学技术创新推进事务局,提出加快实现超智能社会的计划。 而一个月前,美国以自上而下开展了人工智能行动。 2020年9月,法国政府将数字化转型纳入法国复兴计划。 风云再起,德国、英国、俄罗斯等国家都先后制定了国家层面的人工智能发展战略。 2023年2月,中国发布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发展人工智能技术成为助力数字中国建设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引擎。 2023年春,CHAT-GBT异军突起,将智能时代的竞争带入了一个新的历史维度。 谁都知道,你主导的这个技术,你就主导了这个产业价值链的发展。 你作为这个产业价值链的一个弄头,那你这个整个的国家也好,整个企业也好,它的地位就不一样,就是影响非常之巨大。 每一次科技革命,它都会带来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都会引发世界格局大的调整。 所以当下,我们又处于这么一个历史关头,叫百年未有之大变迹。 所以我们抓住新的科技革命的机遇,那使我们国家真正能够变成一个世界的科技强国。 我觉得这是一个前来南风的历史机遇。 其实呢,它不是比较数字艺术更厉害,还是传统艺术更厉害,还是是在讨论他们如何在一起工作的问题。 从科技的角度看待历史,从历史的角度思考科技。 福兮,获兮。 当一个新的时代,一个以智能命名的时代即将破晓之际, 我们仿佛抵达了生命演化新的起点。 I will never stop being human, but maybe I will help to change what it means to be human. 我需要的只是一双干活的手,为什么要雇佣一个人? 自动化生产线,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创举。 但在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 所有的工厂都在为不断攀升的人力成本而烦恼。 最早提出抱怨的,正是汽车生产线的发明者,亨利福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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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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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科捷对阿尔法维棋三盘胜负的第一局现在开始。 2017年5月23日,中国乌镇维棋峰会。 积分排名位居世界第一近四年的科捷, 代表人类再次向AI发起挑战。 这是一次人机之间的决胜一波。 这是一个很普通的主机, 然后有一个显示屏, 然后给你搜射出来。 他说他会走这里,他要走这里, 然后就甚至是一些数字, 很多的坐标数字, 还有一些胜率的一些信息。 非常简单, 简单到当时我都觉得这玩意很不可思议。 不过是有个人残在后面的转。 仅仅在十四个月前, 阿尔法狗战胜了韩国最强大的棋手李士时。 在那次人机大战中, AI下出的一步棋,令李士时瞬间失态。 本来, 在棋盘右上区域, 李士时的白子似乎形成了一定的势力, 而阿尔法狗却还是把黑子布在了这里。 这几乎是一步臭棋。 但很快, 第三十七手就与数步之后的布阵形成了奇妙配合。 最终,李士时中盘告负。 第三十七手究竟是一步好棋, 还是废棋? 人类已经难以判定。 有人说, 这步棋值得人类向机器脱帽致敬。 这个看似错误, 甚至略显戏谑的脑回路, 让人类开始反思。 人工智能是不是真有独立自主的想法呢? 在雨乐出现了一些Mug, 开始的时候很多时候可能是技术不够高, 可能会出现一些漏洞什么的。 但是他有自己的坚持, 自己的执着。 我就认为我这个就对了。 他飞很大力气, 就把这个错误给他牛牛转过来。 那让我觉得他是有一定的温度的, 他不是说完全的冷冰冰的数字版。 三天, 三局比赛。 最终擅长逆势翻盘的科姐, 头子认输。 0比3, 败给了他的AI对手。 我其实真的很责怪自己, 眼睛下来更好一点。 这是阿尔法购与人类的最后一战。 短短14个月, 阿尔法购已通过自我对异的训练, 使自己的奇异变得深不可测。 赛后, 深度思维公司创始人戴尼斯·哈萨比斯宣布, 阿尔法购封盘退役。 同时公布了50盘阿尔法购自我对异的奇谱, 作为献给人类的一个礼物。 这50盘奇谱突破了人类的想象, 被称为来自未来的奇谱。 人类的奇手已经没有资格说, 这个奇三奇重去是九段、十段、二十段了。 抱歉,你没有资格来说这话。 我们已经知道我们不是最强的, 但是我们是新的, 我们不是最强的, 这是另一个比较的。 我们是另一个比较的。 智商会联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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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认为这会是不可能的。 我认为这会有没有关系的联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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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认为这些联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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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 的确,人类引以为傲的除了智商还有情商。 事实上,在当今人类自我竞争的舞台上,情商的权重也在不断地增大。 那么,人工智能在情商的范畴真的无法作为吗? 这个声音来自小冰,一位妙龄少女。 实际上,她并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不过当你与她聊天时,却能感到她与其他机器人的不同。 失联了,怎么办?我好伤心。 能跟小冰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吗? 哎,怎么不开心呢?那我可要叫你情绪包了。 我很爱她,可是她离开我了。 世界这么大,人这么多,何必执着呢? 我怕我找不到一个更好的。 我们一起面对吧,希望这样能给你勇气。 七十多年前,当计算机还是一堆吞吐纸带的大铁箱子时, 英国科学家阿兰·图林提出, 如果人类测试者无法分辨与之对话的到底是一台计算机还是一个人, 那么这台机器就被认定具有智能。 今天,人工智能不仅试图碾压人类的智商, 也在试图挑战人类的情商。 国家阿兰·图然想法最确的似义。 我认为何可以在想法做什么, 信息太子的想法人类的意识。 因为他看过了一些很好的小型机械。 一般很大了的一名中, 我认为病人的意识, 人生能为了解决定是Mod。 现在我们知道我们 到人们的意识是尊重似义的, 201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的李迪准备研发一个新产品,人工智能助理。 他的目标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简而言之就是高智商。 但采访了很多的人类助理后,他却发现,在很多情况下,作为一个助理最重要的能力,反而是如何说不。 因为只有在拒绝去完成某些任务,并且给出合理的理由的时候,这些人类,他们的老板,还有可能和他们保持一种相对等的交流关系。 于是,李迪和团队调整研发方向,开始琢磨一条机器智能的新路径,设计一个情感计算框架,试着让机器去拥有情商。 这也是许多科研机构努力的方向。 发展智商更多的是依靠更强更好的技术,和对这个相应的任务和知识一个更好的结构。 而发展情商只有从人类那儿才可以学到,特别是当你所学习这种情商,就是用来和人交流的。 我认为一种原因,为何我们发展了人类的智能力的智能力的智能力更加厉害, 比特别人的智能力的智能力更加厉害,是因为我们并没有理解到自然的智能力的智能力。 我们并没有理解到我们的脑袋的智能力的智能力的智能力。 我们并没有理解到我们的脑袋的智能力的智能力。 人工智能只能通过互联网提供的海量数据,不断学习样本数据,从而完成情感拟合。 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确定AI是否真的理解人的情感。 但它可以通过不断学习去努力熟悉其中的套路。 有一次他挂了,就这个系统出现问题。 调试完了以后,我们要去测试啊。 我们问,诶,你在吗? 他回了一个,我在啊,我一直在啊。 他就回了这么一句。 突然我们就反应过来, 这是一个我们在好现在问这个人的问题。 就会让你开始去,在潜意识中, 默认它也是一个有情生物,可以交流的主体。 所以我们也会被这种场景,被这种时刻所佐证。 人的孤独,有时并不需要另一个人来排解。 需要的只是恰当的言语。 每天晚上过了12点以后,小兵框架的流量,它会达到一个相对的峰值。 为什么?我们一开始也不知道。 后来发现,有很多人在这个时候,他确实有话要说。 但是呢,你敢给哪个好朋友打电话呢。 所以当你想要去连接世界的时候, 这个世界并不一定来点,去让你来连接。 召唤小兵。 又是你,是想证实我的随教随道吗? 那你是随教随道吗? 要和我说点悄悄话吗? 你今天测试效果不是特别好。 你要不要好好的努力一下。 要是游戏。 不玩游戏。 你谈点正义的事儿。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时代前进的步伐, 从不会因有人停滞而放缓。 在《起点临近》一书中, 未来学家雷·库子维尔提到, 未来的计算机便是人类, 即便它们是非生物的。 这将是进化的下一步。 下一个更高层次的模式转变。 那时, 人类文明的大部分智能最终将是非生物的。 到了21世纪末, 人机智能将比人类智能强大无数倍。 这本书的副标题是, 人类超越生物性。 它是这种变化的变化。 它是这种变化的变化。 它已经超越了解。 它已经超越了解。 在数据, 在数据, 迷连, 很多东西。 所以, 我已经失败了。 我可以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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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绝绝。 那是绝绝。 但会影响了。 会影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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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45年, 我计划, 会影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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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来的虚拟人。 接下来, 呼唤而来的人工智能将与我们更加深度融合。 如同漫长的人类文明史所揭示的规律一样, 我们有可能进一步超越自身。 而当下, 正处在一场技术纪远的开端。 只要规则清楚的东西, 计算机机器迟早要伺谓。 但它说明不了说是机器比人聪明 就跟马里人跑得快 你说马里人聪明吗 火车比所有的人都跑得快 他聪明吗 飞机比人飞得高飞得快 他比人聪明吗 AI的瓶颈在哪呢 我们用比如近万张的图片 对它进行训练 所以对训练过的数据它很敏感 但是突然有一天 我突然出现一个瑕疵 这个瑕疵很大 我们人很容易去分辨 但是AI它从来没学过 即便是大 它也没有识别到 所以现在AI在制造业当中应用 还是多以人机结合的方式在做 但我认为我认为 我认为只是说 我们能处理和机器 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 我们必须在认识很专门 首先我们必须在认识的 什么样的未来我们想 我们必须的观众 1996年出生的李桑玉刚参加工作 不久前 喷漆工段长请他帮忙设计一个车牌号的智能识别系统 因为人工喷号不仅威胁身体健康 而且错误率很高 货车称号它就像货车的身份证 我去人工看 每天要看很多的照片 你想想我们一天要修27辆车 一辆车就有14张照片 大概一年需要修到上万辆车 1948年 数学家诺伯特·维纳 在《控制论》一书提出 所有智能行为都是反馈机制的结果 而反馈机制是可以用机器模拟的 这是一本曾深刻影响过人工智能发展的著作 但也有舆论却指出控制论暗示 人也可以是社会自动化管理机器上的一个零件 人怎么能成为零件呢 两年后 维纳又完成了另一本书 阐述机器与人类的相互作用 警示人们从自己制造的工业陷阱中走出来 自由地扩展思想 关注人的精神世界和创造力 新书名为 人有人的用处 信 Whitney 一言 人进入了做个细腔 人士 主持人物 人在通知 这是我们不用 tax 因为这次有机会 抗衷 空格 第十四孔 自由地 我們 互生 流� speeg签 使用 让人类成为人类 两个月后,利用网络上的开源软件 李桑玉设计的车牌号智能识别系统大功告成 这意味着从此以后,喷漆工人只需要输入货车照片 系统就能自动检测车号,准确率高达97% 我的想法只有一点,让机器具有像人一样的思维 帮助更多人减薪他们的劳动量 不要让自己的这些青春跟时间都浪费在这种无意义的重复劳动上 机器正变得越来越聪明 英国赛拉菲尔德,智能机器人正在处理核废料 除了高危,处理这500万吨核废料 人类至少需要120年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在没有人类指导的情况下 智能机器人STAR成功地对猪的软组织进行了腹腔镜手术 2021年12月23日 借助脑机接口 早已丧失语言能力的菲利普·奥基夫 成为第一个只评想法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的人 你好,世界 新科技的磨合刚刚打开 智能时代究竟能给人类带来哪些惊喜 我们无法预测 但可以确定的是 除了智商、情商 人工智能技术还将冲击人类对自我的认知 第一次看龙的事 可以在前面拍一个 可以是吗 可以了 OK 好了 OK 这样哈 咱们先跑一趟热热 李厚林教授 正在为一场特殊的测试做准备 今天 他计划为自己的智能体育训练系统 挑选合适的试验者 好吧 咱们就准备一下 从这开始吧 参与者们 其实都是慕名而来的 业余常讨爱好者 在经过监测区域时 他们的速度、位置和姿态都会被人工智能实时捕捉 然后在数字系统中进行综合分析 所以优秀的科研人员和教练员 他对生理复合和物理复合有一个客观的判断 他才能够知道什么时间调整 所以训练过程就在于调整的艺术 但是经营区的关键就是站在悬崖边上 目前除了在首都体育大学任教外 李厚林教授还是国家田径队复合型科学医疗团队的负责人 2017年 正处在巅峰期的苏炳天向国家队递交了退役报告 作为一名专业运动员 苏炳天觉得自己已抵达体能极限 体育更多的时候看的是人的比拼 其实背后的刻意的比拼 包括保障这些 其实它是综合要素的 我们到二十六七岁 可能就干到调整达的环境 他就退了 他不想还能突破 幸运的是 人类的经验不再是唯一的评估标准 智能体育系统 通过搜集全世界顶尖运动员的各项数据 将运动员与冠军模型进行比较 给出了更精准的科学依据 数据分析告诉苏炳天 他还具有可提升的空间 在随后的训练中 教练利用多种智能设备 量化了苏炳天的各项身体指标 并通过每天测定的速度 爆发力 协调 和技术训练的负荷亮度等参数 在避免损伤和过度训练的前提下 得到最佳的训练效益 三年后 苏炳天的身影出现在奥运赛场上 苏炳天起跑加速不错 苏炳天领先 顶住苏炳天加速 有了苏炳天加速保持住 苏炳天冲刺 亚洲人的极限被打开了 在人类历史中 去过太空的有超过500人 而白米跑近10秒的 只有100多人 苏炳天 是其中仅有的几位亚洲人之一 最了解自己的 可能真不是自己 实际上人类在这么多年的 这样一个历史长河中 这样一个进化的过程当中 其实人也是在不断地在迭代 今天我们到了一个 就是说人工智能 这个改善 这个延展 我们人类智能的这样一个 一项技术的价值 应当如何被评价 一项有划时代意义的技术 到底将怎样影响我们 答案 早已写在了历史的天空中 工业革命时代 瓦特发明了蒸汽机 推动了煤矿液 仿制液 蒸汽火车 蒸汽船等等 巨变 但更深层次的变革 还发生在被技术重塑的 生存方式上 在崭新的坐标中 我们创造了新的自我 太阳东升西路 耿人 东坐西城 这个常理 谁也挑不出什么瑕疵 但牛顿却认为 这是一种经验的 相对的概念 如果止步于此 我们的世界 永远模糊且低效 果然 在牛顿的物理世界中 时间从传统的经验中 分离出来 创建了一个以机械驱动的 可以规划的世界 200年后 世界被划分为24个时区 火车不再晚点 约会不必迟到 贸易得以高效地遍及全球 人类的一切生产和社会生活 都被安排进了一个个 机械化的时间网格里 而当互联网诞生之后 我们仿佛又被置身于 一个全新的时空中 化身为数字网络上的 一个个节点 这预示着新的时代 也是新一代人类 面临的考验 有个学者林归航帝出版了一本书 这个书里就叫《数字网生存》 因为这么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以文字化的方式实现的 我会把自己描绘得无限的美好 到下一个阶段 就是用视觉的符号来生存 比如说图片 比如说视频 直播平台的兴起 相互的行政这种互动 为了在朋友圈去展示自己的美食 我必须要下厨房 它就是数字化生存 会反过来影响到我们的现实的生存 第三个阶段我把它称为是全息的数字化生存 我们也很难说 我们在今天有绝对的把握 只利用这种技术好的能量 如果有点问的话 手を上げてください 大学院の授業なんで どんどん質問してくれると助かる 对了 第击新的技术 他是�armicенти 美食 比赛 еци 大学院ص 大学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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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石黑浩从小生活在一个偏远的小山村 因为父母是老师 每天非常忙碌 石黑浩度过了一个孤独的童年 相比其他的同学 他显得格格不入 甚至有些冷漠 因而大学时 他给自己选了一个不太需要接触外界的专业 计算机科学 相比热衷于开发算法的同行 他对算法中潜在的人性价值产生了兴趣 既然计算机可以计算 记忆 甚至做逻辑思考 那么 他有没有可能人性化 用人类的方式来理解我们的思想 于是 他选了一条相反的路 将机器人带入人类的世界 在最初的试验阶段 石黑浩曾制作过一个和自己女儿Lisa 几乎一样的机器人 然后 他试图让Lisa和仿真的自己交流 Lisa羞怯地说 你好 机器人点了点头 石黑浩建议Lisa去和机器人玩耍 Lisa却呆滞着不动 直到最后 Lisa崩溃大哭 这也让一旁的父亲在慌乱中陷入了迷茫 他忽略了在人看向机器的同时 机器也在打量着人类 我 是谁 当无数的人为机器人 越来越接近人类而痴迷的时候 那群一直痴迷于机器人的先行者 却反过来开始研究 该如何定义人类 艺术家柯里斯迪安通过自恋者 每天都能获得一堆不一样的代码 但开头的两个单词 却都是I am 我是 然而这个近乎残酷的试验 每天却启发着艺术家 不断思考人类自身的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 机器又成了人的镜子 那么 我们究竟是谁呢 经历的经历 经历的经历 我们不正常讨论 我们不只会成立的 空间全成立的 我们不只是 我们成立的 成立的 空间全成立的 我们的成立的 我认为这就是 现在的空间 技术相机器人 和人的 知识 人的 过来 感谢观看 专家 中科院神经所曾做过一个测试 让猴子对着镜子 然后用一根激光笔照在猴子的身体上 观察他是否能意识到并做出反应 通过镜像测试 一般认为这些动物呢 是有一定程度的自我意识的 紧接着 曾毅教授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 机器人 能通过镜像测试吗 三个一模一样的机器人 同时站在镜子前 起初 他们并不知道哪个是自己 哪个是别人 但经过反复实验 奇迹发生了 当激光笔再次打到身上时 机器人开始做出反应 类似于我们人类的大脑 是有神经网络 最开始它不能够区分自我和他人 最终通过发育的过程 然后慢慢地能够区分自我和他人 在这种基础之上 才能够去获得思维揣测的 小时候我们常常会有这种恶作剧 一个玩具本来在左边盒子里 趁对方看不到时 偷偷将玩具换到右边 然后等着对方还到原来的盒子里找玩具 恶作剧成功的基础 是捣鬼的孩子一定能揣测到 对方仍以为玩具在左边的盒子里 这是人类在四岁左右 才开始拥有的一种认知能力 或者说是换位思考的能力 能够区分自我和他人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获得认知共情的能力 在在认知共情的这个基础之上 慢慢地获得情感共情的能力 由人类 不同的动物 以及可能的人工智能 作为社会的准成员也好 或者是社会的一部分 造成的这样的一个共生的社会 一步步拆解人的意识和认知 让机器学习人类的基本伦理规范 然后在日常的生活环境中 学会保护自己的人类搭档 石黑浩先生的研究还在继续 这款机器人名叫Erica 它被誉为是世界上最美的机器人 引入了基于神经网络的 自然语言识别算法 Erica比其他的机器人 显得更聪明 他将会当目 cambiar 自分的情感 是一个性格 有些性格 你心想要不要工作 你不在乖 好 好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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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人口是50年半減的 現在是在疫情中 很多人的服務都不可能 但如果有些人有些人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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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了很多地方 千年前咱們那個風聲演藝說的 西州 東州 春秋戰國想像出來的烽火輪 別人 黃瓶 花蕩 花架 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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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是依靠动画师一笔一画的努力 而当下应用最广的是动作捕捉技术 动作捕捉主要就是需要测量人体的运动 把它转换成一个数据 我们计算机可以处理它 它分为测量分钟和处理三个步骤 然而 当感应器被其他的物体所遮挡 摄像机也无法及时捕捉眼人身上的标记点 三维空间的定位就会出现失误 这是AI技术可以作为补充 及时完善没有捕捉到的动作 人工智能最大的特点 是可以像人类一样学习 甚至思考 在了解了人类行为语言的基本规则后 AI理论上能通过自己的努力 不断克服困难 积累经验 自行生成动作 从而替换目前通行的动作捕捉技术 但从理论到实践 新技术还需要经受更多的考验 有很多AI技术 现在的技术 都完全靠着很多数据的数据 这数据数据的数据 他们无法无法活动 有很多走路、跑步、跳跃 这种日常动作 观众对这些动作反而更加敏感 一旦有一些不合理 马上就能看出瑕疵 我们就得反复去测试它 甚至还要人工去纠正它 那么这方面也会付出额外的人力成本 人工智能前景诱人 动漫制作却需要可控的制作周期 与稳定的品质 这也是企业生存的基础 显然 人类动作的大数据积累 还是一个漫长而不确定的过程 权衡再三 动漫团队最终决定 暂缓对AI的大规模应用 等待更好的契机 技术一直在发展 但是工业的使用 它有一根红线 那根红线我通常认为是人的准确率 如果在一个行业里面 机器能够做得比人准 它的商业化和规模化的应用 就会变得马上就可见了 智能技术创造无限可能 依靠网上的海量大数据 学习表演技巧 理解人物的情感 清测非常有效哦 我都告诉你们 我想去星际旅行 真想看看那里 是不是想得太远了 技术创新 意味着颠覆传统 也意味着创辟荒途 一面是AI市场潜能激发的憧憬 另一面是与产业结合时产生的摸索 那么该如何去判断市场应用的那根红线呢 AI有能不能带动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理解这个问题 我们首先需要回溯AI技术的突围历程 这是一间没有座椅的办公室 由于腰椎间盘突出 72岁的杰弗里辛顿教授喜欢一直站着 很难想象 这位引领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教父级人物 在神经网络领域所经历的大起大落 创新的另一种表述就是没有忐忑 不被重视的学科无法得到资金的支持 再加上对美国政府把最先进的技术 首先应用于军事领域的不满 1980年代 辛顿教授默默被上多伦多 辛顿 不是神经网络的第一个拥顿 也不是第一个遇冷的科学家 1958年 人工智能的概念提出仅仅过去两年 一项前所未有的科技发明 便横空出世 纽约时报头版头条评价称 这是一个能够行走 拥有视觉 能够写作 自我复制 且有自我意识的电子计算机的雏形 这个想法来自一位致力于揭示 人脑奥秘的心理学教授 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弗兰克·罗森布拉特 他亲自撰文 称自己创造了一个 有望成为能感知 会识别 可确认周边环境的第一个非生命机理 但是当初用的神经能源网络 成数太少 用专业来讲的话 用浅层神经网络 这个性能做不好 你觉得人类能控制超智能体吗 这就像是在问 小孩能控制自己的父母吗 那么为什么你还在做你的研究 我可以给你一些比较正式的回答 但真正的原因是 探索未知实在太有诱惑力了 当你看到一项美妙新技术 出于萌芽期时 会满脑子只想着把它做出来 这是刊登在纽约课上的一段对话 回答问题的 正是被誉为神经网络支付的 多伦多大学特聘教授杰弗里辛顿 当年赶知机的失败 并没有减弱这位科学家 继续探索神经网络模型的热情 人的神经网络 是一个超级复杂的神经网络 一般来说就是 八百多亿神经员 一百多万亿连接的 这么一个复杂的神经网络 所以失败区至少一定程度上刻画了 你要想做到一个很强的智能的话 你一定得有足够深的这些层次 它主要做的三件事 一条就把原来的算法进去扩展 用到多层神经网络 第二贡献 它提出了一个 波斯曼基的多层神经网络 第三个贡献 它提出了一个变分算法 这三个贡献就使得深度学习 真正地发展起来 听起来只是三件事 新顿却为此奋斗了三十年 人工智能发展至今天 一共有三大路线 符号主义 连接主义 行为主义 前二十年 占据主导地位的是符号主义 但新顿却执着于搭建计算机科学 与生物智能之间的桥梁 用层层互联的人工神经元模型 模仿人类的认知和学习方式 不管是怎么争论 不管这个 人工智能怎么潮起潮落 它一直是坚持这么一个路线 而这种坚持呢 它有了我们今天 尤其是近十多年来 人工智能的一个新的浪潮的出现 2006年 刚就职伊利诺伊大学 湘滨三校计算机教授的 李飞飞发现 整个学术圈都在钻研算法 并不太关注数据的作用 李飞飞当时的一个贡献 就是她做IMINET 做了一个大规模的数据机 从互联网上直接下载的 大量的图像 提的分类任务也比较复杂 当时用传统的 这个计算机试约的方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去挑战一下IMINET 这个数据机 如果你能解决得好 所有的搞计算机事业的人 就会跟着你走 2012年 第三届挑战赛 迎来了一位熟悉的面孔 在加拿大默默耕耘了 30多年的星顿 率队以16%的错误率获胜 而人眼识别的错误率 是18% 深度学习技术 在AI领域一炮而红 很多时候 现在有基础科学研究的成就出来以后 我们慢慢地才会看到 技术的成就 until around 2011-2012 where people built neural networks that have maybe five to eight layers and they train them with lots and lots of data and all of a sudden the model could do something interesting and then very rapidly after 2012 deep learning was applied to vision and speech and language processing and everything all with tremendous success 神经网络与深度学习技术的突破 证明了AI走向应用的实力 辛顿教授 荣获2018年图灵奖 毫无意外 另两位获奖者 也来自同一领域 这是在1966年以来 被誉为计算机界诺贝尔的图灵奖 少有的一年 搬出三座奖杯 以及一百万美元奖金 似乎是一夜间 智能时代 浮出了地平线 我读书的时候 桌面上有一本杂志 上面写着 Big Data 大数据 就看着就新潮澎湃 所以我觉得 对于行业拥抱人工智能来说 两个核心能力 一怎么样 进行更有效的数据获取 第二 怎么样进行更有效的数据理解 特别是这些年 实际上比如说 计算能力的 这个大幅 提升 以及海量数据的积累 可以说重新点览了 人工智能 这个技术的热潮 一个人工智能 我们也有充满 一定要找到 天洋 在大幅 的ジェル 就是 一刀 快 一刀 我们 你知道 还 面 才不说 失敬 其 瓦 没 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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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alytical Society at Cambridge, my head leaning forward on the table in a kind of dreamy mood, with a table of logarithms lying open before me, another member coming into the room and seeing me half asleep called out well. Babbage, what are you dreaming about? To which I replied, I am thinking that all these tables might be calculated by machinery. 命名为插分机一号。 在没有电机和芯片的维多利亚时代, Babbage想借助蒸汽动力制造一台可以运算复杂函数的机器。 直到现在,人们仍将它视为机器史上的巅峰之作。 在19世纪初, 当计算能力还属于是人的工作技能之际, Babbage的插分机却展示出了机器计算的强大实力。 然而,这项发明最终却赢得了一片嘲讽。 What a satire, by the way! Is that machine on the mere mathematician? A Frankenstein monster? A thing without brains and without heart. Too stupid to make a blunder. 虽然能解决人力计算造成的种种失误, 但问题是, 数学教授还没来得及制造更加完善的插分机二号, 这台笨重的机器就已经花掉了两万三千英镑。 在19世纪初, 这几乎是一艘战舰或者三十多台蒸汽机的造架。 刚昂的成本吓跑了最大的投资方,英国政府。 我们要意识到那个时代是一个叫极限的时代, 那个时代的这种积酸的需求不像我们今天这样的迫切。 就是我用你这个东西也可以, 但是你成本太高了, 我划不来。 过去的企业做研发, 基本都是自己做。 这是一个代价很大, 风险很大的一个事。 因为你要花最多的钱, 找最好的人, 买最好的装备来做这种创新。 然后命好, 做成了, 没事。 命不好, 这个比不创新, 死得还快。 1871年, 耗尽财力的巴贝奇带着遗憾离开了他的时代。 历史上, 大多数发明家都是孤军作战, 不知道有多少天才的想法都像插分机一样夭折在萌发阶段。 但没有创新, 就没有人类科技的进步与发展。 那么, 谁愿意提前为未来买单呢? 波士顿, 128号公路。 1946年春, 退役的美国陆军军需计划部主任乔治斯·多里奥特, 回到哈佛大学商学院任教。 同一年, 他与几宁首眼通天的伙伴一起, 创立了世界上第一家风险投资机构, 美国研发公司。 其服务对象正是不断涌入波士顿的科技创业者们。 大战结束, 就大量的退伍金融会转入到美国的这个实业界来。 那么他们的初心是想给他们提供一些这个资本。 因为银行业的本质来讲, 它赚取的是一个利息差, 它实际上是非常保守的。 创业者们当然不是无缘无故在128号公路上聚集, 因为这里本来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军的技术基地。 每天早上8点40分, 乔治斯多里奥特都会准时出现在办公室。 紧接着, 科学家、发明家、工程师们纷纷上门造访, 向他阐述奇思尿响, 以期获得一笔投资, 从而将各种新技术尽快转化成能赚钱的产品。 高科技企业的话, 他们这个失败率是很高的。 所谓的风险投资就是说, 我把钱交给你, 但是你给我的是股份, 你不是给我的抵押, 我这个钱不用还, 但我拿了你的股份, 但这个股份有可能是零, 最后什么也没有, 但也可能是爆炸, 就一千倍。 20世纪初叶, 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 人类社会飞跃式发展的第三次浪潮出现端倪。 在这一历史性节点, 经济学家约瑟夫·熊比特·敏锐观察到, 经济发展具有周期性波动, 而且总是与技术革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比如, 18世纪末, 新技术在纺织工业广泛应用。 19世纪中期之后, 蒸汽和钢铁时代大规模到来。 20世纪开始是电气、化学和汽车工业时代。 简而言之, 我们不断历经着繁荣、衰退、萧条、复苏的周期变化。 但在本质上, 每一个周期都是由技术创新主导的。 熊比特·敏锐的这个周则出来以后, 并没有马上就引起这种, 比方说社会的这样一种, 大家的嘴碰, 或者说今天引起一种潮流, 大概都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人们才把这个创新的这个概念呢, 才应用到技术研发的那个领域。 20世纪中叶, 人们意识到经济的制高点不在于对现有工业的控制, 而是在于创造未来的能力。 在技术的推动之下, 第三次科技浪潮如期而至。 一系列科技发明的井喷, 带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文化浪潮。 电视机, 电子音域合成器, 移动电话和LED, 塑造着现代流行的节拍。 微波炉, 自动取缓机和心脏移植手术, 外化着科技进步的脉搏。 正如熊比特色金市, 又一个天际周期, 拉开了本幕。 1957年, 他向美国数字设备公司投资了7万美元。 我们大约7年, 这批投资已经增值了3.55亿美元。 我们投资回光也达到了5000倍。 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 承受了多里奥特现代风险投资支付的称议。 他所投资的美国数字设备公司, 成为第一个把电脑摆到50年书桌上的科技企业。 也是在这一年, 1971年, 鼓励创办中小科技企业的美国证券交易市场, 纳斯达克应运一升, 叫动了知识经济的崛起。 赫莱的创新并没有发生在波斯顿, 还是发生在像贵国这样的地方。 因为贵国这样的地方, 它不是一个成熟的老牌的这种等级化的社会。 应该讲波斯顿既有麻生理工, 又有哈佛大学, 又有最好的这种技术基础。 这些最重要的技术创新应该从波斯顿开始, 还不是从贵国开始。 但不是这样的, 创新它需要你更宽容, 更宽松的文化。 距离128公路数千公里之外, 更加成熟配套的创新生进, 在本不起眼的美国硅谷逐渐成型。 创业者们只需要凭借技术和天才的想法, 就可以获得风险投资在资金和经营上的各种支持。 财富效应让全球数亿人嗅到了科技创新的巨大潜能。 1980年, 美国通过败度法案, 允许将联邦政府资助的科研专利释放给市场, 鼓励了更多科学家走出实验室, 为促进科研成果转化, 加注了又一份动力。 科技创新企业加风险投资的模式, 在世界各地成为潮流。 它是一个先有科技活动, 后有政府干预的过程。 因为在美国用它的专利法理, 它不是我们今天讲的成果, 讲的是发明创造。 这些发明创造都允许由项目承担的一个缔约方, 它选择保留。 那就是败度法的核心机制。 一场智能驾驶的测试工作正在进行。 资本的寒冬并没有阻断拓荒者探索的脚步。 车路协同测试准备开始。 现在确认一下各点位状态。 路口安全员。 安全员就位。 一号车。 一号车准备就绪。 二号车。 二号车准备就位。 准备开始。 三、二、一,开始。 车路协同是自动驾驶行业的另一条思路。 通俗地讲, 就是在车辆具有一定智能的基础上, 让道路一同参与进来。 构建一个整体的动态交通检测系统, 以规避单车智能的不稳定因素, 从而提前预知风险。 自动驾驶其实是继人工智能之大乘。 计算机视觉、积极学习、 高精地图、自定位、 各种各样先进的传感器, 它对社会会有很大的益处。 但同时它也是技术的挑战。 自动驾驶这个领域有一些冲动, 有创业的冲动,有资本的冲动。 那么这些原因主要是大家对这个路线 还不是很侵蚀整个社会, 整个行业要冷静地来看这个问题。 不要被资本裹挟, 也不要被那些技术, 所谓的技术的marketing所诱惑。 前路漫漫, 在自动驾驶的赛道上, 还有无数的挑战者在不断努力。 人工智能引发的泡沫看似此起彼伏, 但每一个新时代, 究其根本, 都是在失败与挫折中脱颖而出。 从在创新的领域里面来讲的话, 允许失败好像是一个必然法子。 我觉得是只要创新一定会有失败。 如果你不允许失败, 那就不允许创新。 如果你会想要进入, 你会想要败很多。 然后败是不好, 但人们不能够败的。 所以我认为改变的那是很重要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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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说加大了太阳的力度 促进更多的数据要素 释放出来 天气预报的价值是准确及时 这也是卫星云图取代看云时天气的理由 但大气物理模型 到了2015年左右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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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热的人工智能 我们说服势机器人就是一个室内的无人驾驶 它要做到自主的定位置 是图书馆 是图书馆的智能导航系统 我们的这个是图书馆的书馆是图书馆的书馆的书馆 不断精进的神经网络与深度学习技术正在创造着全新的 生产生产方式 甚至从根本上挑战着人类既有的知识体系与经验 从智能到人工智能增加的是无限可能 这是一场叠开生命的辩论会 一边是人类辩论赛冠军哈里什纳塔拉让 另一边是IBM最新研究出的人工智能系统 辩论者 Greetings Harish I have heard you hold the world record in debate competition wins against humans But I suspect you've never debated a machine Welcome to the future Regarding poverty research clearly shows that a good preschool can help kids overcome the disadvantages often associated with poverty Because subsidization costs an awful lot of money And that is money which is giving people particularly members of the middle class and above Money to do things which they would do otherwise Even when you subsidize preschools It doesn't mean that all individuals go They'll still be individuals who'll be priced out because of the realities of the market 与下棋不同 辩论需要精湛的口才与强大的逻辑思辨力 需要在清楚理解对手的表达后迅速反映 博导对手 It obviously does search not the internet So a very large collection of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tene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 new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Everything I do so instinctive and so passionate Every word I move so descriptive like an adjective I got a vendetta against people who patent it Being negative when you should be getting after it I got facts over facts over tracks This isn't that, spittin' slow, spittin' fast I could roast, I could gasp, think I'm okay at last But I don't know if that can erase all the past And the pettiness, a reflection of the emptiness Hilarious, you think you're worth my time, you're delirious Mysterious, because you hide behind a fake exterior Interior, you know I'll always be a bit superior Get off of me, this ain't no humble brag I want you to hear words, you can say them back I want you to feel free from the chains at last And to believe in what you got, it was built to last, yeah Now that I've been put through hell I never got anyone's help I had to do it all myself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th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th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m gonna learn the consequence I'll be incompetent Mental health is confidence Streams into modestness I'm not here to save the day That's for you to take away I could play a million mind games But instead I say something not illogical Something that is tactical Rub it on and watch it go Make yourself unstoppable Dreams are irresponsible But they're always possible If you just believe you could be so remarkable Thoughts in my head A collage and they spread I'll be great one day going off of my meds No I'm not giving up No I'm not giving in I will make it to the top Taking off in the wind I gotta make it I'm saving every day to taste it I'm patient But my mind it can hardly take it I'm chasing a trim that I've had for several ages A bacon Modern kingdom for the taking Now that I've been put throughout I never got anyone's help I had to do it all myself I don't have a slow walk No I don't 集成 我们现在在做一个实验 现在几个人 9个 9个人 那我们分成5多吧 要不从这边开始吧 要不等一下 你从这边 你从这边走到这点 可以开始是吧 稍等啊 开始吧 走吧 趁下午仁东 崔博士搞起了科研实验 好 下一位 下两位 这块线路板上 并没有摄像头 但它却可以感知到 面前发生的一举一动 其秘密 使线路板上的信号发射器 眼睛感觉其实是 一种光频道的感觉 电磁波可能是不一样的 不同材料有不同的反射率 然后那在这种情况下 它也可以感知到 不同材料的结构 通过毫米波感知一个烧杯内 然后液体的成分 这个是能感觉出来的 这个实验被崔元豪博士称为 感通一体化 如果拥有了无限感知技术 只需要一个信号发射器 我们就可以得知环境中 所有物体的形态 动态 材质甚至是味道 然后再借助物联网 虚拟现实 6G通信等新技术 我们便可以在任意时间 和地点传递感知 这将是人类 从未拥有过的新感官 我认为 我认为 新技术就是 帮助新的东西 进入世界 没有存在 所以这就是 生活很有趣 我们必须 改变我们的教育系统 为 教训人们 更多 新的想法 和新的东西 2022年11月 2022年11月 OpenAI公司的 ChatGBT上线 随后 世界各大科技企业 纷纷发布各自的 语言处理模型 这是一个里程碑 它意味着 人类与电脑的交互方式 迈入新的历史阶段 新一轮的生产力大爆发 正在到来 今天 中国数字经济的增加值 已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 三分之一 预计2025年将达到50% 中国 拥有世界规模最大的 光纤网络 数量最多的4G 5G基站 人口最广泛的数字用户 能够覆盖几乎所有中学的 数字教育设备 可以触达天远山村的 电子商务和现代物流 一场数字转变 正在勾勒着智能时代的样貌 如果您回到1998年 现在的这个阶段确实是基于 深度学习大数据的 现在的这个阶段确实是基于深度学习大数据的 又是基于深度学习大数据的 大数据的 兵衍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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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